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随着时代的进步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们吃饭的要求从吃饱到了吃好 于是呢就出现了这顿食物吃不完 下顿又不想接着吃 只能扔掉的浪费现象 但你知道吗 吃饭时浪费食物是会损应得的 人这一生所享受的食物 水还有很多资源都是极其珍贵的 切不可肆意浪费了 在物质困乏的年代 我们时常提起珍稀粮食 但是在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呢 我们仍然要时刻警醒自己 历历皆辛苦 吃干净自己碗里的饭菜也是一件很积福报的事情 人生不可贪多 一切皆有定数 佛经有云 人当自信念 人当自信念 美食之洁量 事则诸寿薄 安宵而饱寿 佛陀告诉我们呀 人要懂得惜福 节制饮食 不可肆无忌惮地享用 生活中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了 很多人认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不缺吃也不缺穿 请客吃饭呢 总是要点最贵最豪最多的 餐厅里 酒店里 食堂里 到处是吃了一半就被倒掉的食物 殊不知 人一生的福报都是有定数的 福报享尽 灾祸自来 《地藏经》有言 饮食无度之重 终得饥渴厌病报 一个人如果过分贪求享乐 浪费食物越多 就会造下越多恶业 了凡四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神算子孔先生啊 曾经推算过原了凡先生的一生 其中一条是 了凡先生在补共生的时候 一共吃了林米九十一弹五斗 到后来他补了共生 正好吃了九十一弹五斗林米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地府以前呢 有一个小型的饥饿地狱 堕落来饥饿地狱的兽型的 都是以前在养检福报比较好的大户了 有钱人或有钱人的太太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他们因福报好 便随意浪费 糟蹋无骨粮食 寿终后 堕落到饥饿地狱 或者是有钱不肯 不失给乞丐穷人 寿终也会堕落饥饿地狱 受刑罚 让罪灵饱受饥饿之苦 从而体验五股粮食之珍贵 也急以去除贪令 以前被判入饥饿地狱 受刑罚的时间都很短 三年起算 最长的是五十年 但堕落的人不多 堕落的人大多是年长的有钱人 曾经有个叫阿玉的和尚 有幸来到这个地狱一关 地府南面有个灵性地狱区域 灵性地狱区域当中有个大地狱 名五股丰收 五股丰收地狱里面 大多数是年轻人居多 浪费的食物什么都有啊 多得累积如连绵不断的大山一样 以前浪费食物 寿终被地狱阴律 判受罚饥饿 现在呢若浪费食物的众生 寿终将受五股丰收地狱报 在阳间所浪费的任何食物 全部会被巨生神记录下来 寿终来到五股丰收地狱 再继续把生前浪费的食物 要全部一一吃完 阳间还有很多年轻人啊 都喜欢不断的买很多食物 吃不完就丢掉 地狱阴律要让罪灵体验 吃不完就不要买来浪费的惩罚 既然买了就是属于自己的福报 需要吃完它 判官说 每个罪灵都有他的一块 私人食物区域 每个私人食物区域里面 都是罪灵们生前所浪费的食物 丝毫不会搞错了 阿玉和尚看见五股丰收地狱里面 有很多年轻人 判官说 他们除了背叛此地狱 还犯有邪淫等其他罪行 现在过去那边问一个年轻女灵 她的那一大片区域的食物啊 看见都十分吓人了 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吃完 女灵看上去还有一些清秀 她正在辛苦地呕吐 阿玉和尚问 阿弥陀佛 你感觉怎么样啊 能告诉我 您为何来到这里呢 女灵说 极度极度辛苦啊 感觉每一秒钟都是痛苦非常 我呕得快不行了 您是谁 求您救救我出去好吗 能告诉我 你为何来到这里吗 我说 我说 我生前喜欢买很多食物 特别买来各种各样的美食 自己不会吃太多 怕肥胖影响身材样貌 但每天都会买自己喜欢的食物回来 我有个习惯 从来不吃旧食物 专门吃新鲜食物 只要看见有新的产品 就一定会买 吃不完就丢弃 日积月累 现在变成来到地狱被罚 要全部吃完 真的很惨啊 还有很多水 也是我刷牙洗脸时 一直开着水龙头所浪费的 女灵嚎啕大哭啊 确实啊 看到这些被浪费的食物 什么胃口也全倒了 再看看旁边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灵 她的食物区域呢 比刚才那个女灵还要大很多倍 更加吓人 都是一些坏掉 发大煤变了颜色 布满虫菌的 这可怎么个吃法呀 看到心呢 都在打寒着 阿弥陀佛 您能告诉我 您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吗 我生前啊 是个家庭主部 不喜欢做家务 为了节省去买菜的时间 就经常买很多菜回家放着 菜不能因为放太长时间 时间一长啊 就会坏 而我经常因为做的太多 吃不完就倒掉 很多菜啊 就因为放坏了 被我倒掉 我的丈夫经常会说我 叫我不要浪费水 洗碗时 不要一直开大水龙头不关 丈夫说我时 我就一定鳄鱼相向 大吵大闹 直至丈夫不说话为止 她叫我不要浪费食物 我不但不听 还故意多买一些回来 等烂掉后就丢 结果呀 手中被阎王派来五谷丰收地狱 吃我之前丢掉的所有食物 我现在很后悔没有听丈夫的话呀 此时 鬼差来捉她继续吃了 阿玉问判官 那如果食物不是故意导致坏掉 也要吃了它吗 判官说 假如食物是无意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导致坏掉 就不要吃了 若吃后导致身体生病或出现其他问题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也要先为这无心之师忏悔 即以后加以注意不犯 不再被黑无常记下过失 而遭阴律之惩罚 之后呢 可将坏掉了食物念佛号或咒语 放在树林或草丛中 不失给小动物跟他们结个善缘 或者是放到大海里不失给水族众生 我们一生中啊 想用多少福报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放纵自己 过度享用 又不懂积福累得 总有一天啊 会消耗殆尽 人到晚年的时候 可能会贫穷饥饿 甚至于削减子孙的福报 古人说 稀衣稀食 非为稀财 为稀福 一粒米 一滴水 一碗饭 看起来不值一提 但浸透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汗水啊 所以人生啊 要懂珍惜 且不可贪多 不要因为有钱 就随便浪费 举头三尺 有神明 你丢掉的东西 迟早会有偿还的一天 知足者得乐 惜福者得福 古人常说 静以修身 减以养得 节减是一种 惜福的行为 懂得惜福 才能得福 如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源于 之前积累的福德 所以要倍加珍惜 懂得知足啊 佛经有云 佛家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在佛门中很讲究西福的 在堂里吃饭的时候 师父总会强调 要把碗里的饭吃干净 也许有人不理解了 认为佛家根本不缺这一点供养啊 殊不知 师父不是抠门 而是教导大家 西福呢 著名作家林青玄先生 曾经讲述过他祖母的故事 祖母啊 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从未有过病痛折磨 她的生活呢 也是极其简朴 丝毫不允许家人浪费 她要求家人 不能有剩菜剩饭 碗里的米必须吃干净 如果有剩汤 也不顾家人劝阻 全部喝光 不仅如此啊 祖母的生活用度都格外节俭 很多人羡慕她长寿健康 不被病痛所饶 问她养生的秘诀 她就回答 是因为西福呢 一个人年轻时西福 老年时才会享福 有一个安定健康的晚年生活 因果循环 西福之人得福 不西福之人 无福 浪费食物的人 就会消损福报 节约粮食 可以积累福报 建议大家呀 从此不要再浪费粮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